飞行476已禁止了 空荡荡的店铺盒14 无人乘搭的手扶梯 冷冷清清的国际航班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 国际机场的各个角落 仿佛都按下了暂停键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是2020年9月28号 虽然政府呢 已经必须国内的航班 可以开始运行 不过那个国际航班呢 还是暂时不让国外游客入境的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还要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 或是在影片底方留言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今天的这支视频呢 主要是想带大家 到简坡的第二国际机场 去看看新冠肺炎疫情 对我们所造成的影响 还有很多这回不去的从前 从2019年底在全球爆发开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形态 现在不只是飞行车飞不了 就连飞机也飞不了 为了遏制新冠病毒蔓延 各国纷纷采取封锁措施 国外的旅游业一夜之间就陷入了停摆 平时喧嚣热闹 耳边传来振振西响声的国际机场 如今变得冷冷清清 只有旅客匆忙的脚步声 隔着口罩的呼吸声 还有呢忐忑不安的心跳声 生怕自己一不小心 就会成为新冠病毒的下一个受害者 其实因为这一次的疾患疫情呢 所以KIA这里有做出很多的改变 当中包括了从每一个出口订来 全国机场的人都必须要通过体温检测 新冠疫情下的世界已经和以往大不相同 大家忙着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拼拼消毒和洗手 或许会造成生命中的许多不便 但生活总是要过 不管是拖着行李回乡或是到外地狗干 飞机场内的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新常态 同时也期盼着 能够尽快恢复以往的生活形态 让拥抱不再成为毒药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祝大家平安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我现在已经从吉隆坡的国际机场抵达 变成国际机场的 和吉隆坡机场的情况也是差不多相同的 这里呢没有什么转场 那我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有遇到和我类似的情况 也欢迎你在影片底下留言 让我知道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吧 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